哈囉大家好我是Lisa 我們今天要來做胡椒餅 準備了材料爐上 材料的細節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先來調內餡 我用牛絞肉 你也可以選用豬絞肉 將醬油 糖 黑胡椒粉 五香粉 白胡椒粉 雞蛋 香油 以及水 跟絞肉混合均勻 並且攪拌至有黏性 水 胡椒粉 雞蛋 香油 搅拌至有黏性后盖上盖子放入冰箱冷藏备用 这时候我们可以来做油皮 将面粉、酵母、糖、水及无水奶油混合 盖子放入冰箕 放入冰箕 逆面粉,砂老大 翻上 Page of & 搅拌 1欧issy的笔 然後把麵團放在一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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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揉成一個不黏手的麵團後 蓋上保鮮膜鬆弛20分鐘 接著來做油酥 將低筋麵粉跟無血奶油混合均勻 放入冰箱冷藏15分鐘 趁著空檔來把蔥切成蔥花 油皮鬆弛好之後切成每份60克的小麵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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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